清代无尽子 创作了一本如临外史的讽刺小说 《翻尽众举》是此书最为精彩的篇章之一 《翻尽众举》一文中 《翻尽众举》前潦倒落魄 受尽了别人的侮辱涅饰和冷淘热讽 可是他求取功名的心并未减退 他认为自古无场外的举人 神信宗师说自己火候一道 不禁去考他依靠如何甘心 可见他多么渴望众举让自己土气阳眉 出人头地一席数十年来的屈辱 当他真的中了举人 自然喜出望外极为兴奋 神信又曾经饱受推散 以他五十多岁的年纪 一时精神上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 便疯了起来